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破产 债权人恐破百万 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 在美国宣告破产的文件中声明 该公司陷入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据称债权人恐超过100万名 美国监管机构已展开调查 国会议员呼吁 应更明确制定加密货币运作法规 由于恐慌的投资人在仅72小时内 车资60亿美元 于是平台申请破产保护 亚马逊史上最大裁员 传本周将有1万人被炒鱿鱼 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电商巨报亚马逊 最快本周开始裁券多达1万名员工 成为最新一个月开闸削减人力的科技巨头 亚马逊于疫情期间因应庞大网购需求 员工人数在2020年第一季之后的两年期间 翻倍来到了162万人 但随着经济恶化 亚马逊两周前宣布暂停招聘 一名菲律宾马尼拉先生女婴 成为世界第80亿人 当地时间凌晨1点29分 马尼拉的法贝拉纪念医院的一位女孩出生了 她是世界第80亿人 父母给她取名凡弥斯 从那时起 婴儿的照片就在网上疯传 联合国也发表声明 这值得庆祝 但也要考虑到人类对地球的共同责任 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杰雷诺 因爱车起火而受伤 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杰雷诺 传出因为汽车起火而严重烧伤 但她意识还清楚 她对外表示 确实受了伤 但只要休息一两个星期就能康复了 杰雷诺是美国NBC电视长寿节目 今夜秀的著名主持人 于1992年接替 强尼卡森的主持棒 之后17年都由她来开奖 相当所欢迎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